上课 这个小节是要讲Nucleic Acid核酸 在这边呢 我等一下会用到500英文课本 30多页 80多页 sorry 英文课本83页 跟英文课本500多页 因为中文课本涵盖的范围 在英文课本被分拆 在不同的章节里面 先从Nucleic Acid开始咯 Nucleic Acid呢 它基本的element是CHNOP 有碳、氢、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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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没有S 它没有sulfur 跟protein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在这边 protein是CHNOS 然后Nucleic Acid是CHNOP 然后Nucleic Acid呢 它为什么很重要呢 这边有三点 在英文课本84页那边 第一个 它可以储存 genetic information 储存基因资料 储存遗传资料 然后呢 当你要找一个东西 来储存 来储存 遗传资料 OK 遗传啊 我在这边讲了 遗传资料啊 它要能满足两个条件 OK 第一个条件 它要很稳定 它不要给太阳一晒一下哦 它就变掉了 对不对 太阳很多能量啊 它不要给太阳晒一下 它就变掉了 所以它要稳定 第二个 它要能够复制 然后也复制的时候呢 没有 没有出现问题 你要符合这两个 你才可以作为储存 遗传资料的分子 那么刚好 Nucleic Acid呢 它就满足了这件事情了 那么我在教的时候 我会让你看到 它为什么第一 很stable 第二 它可以able to be 可以被复制 然后 without error relatively without error 就是 可以被准确的复制 这点很重要 因为你复制了 出一大堆错误的话 复制了出一大堆错误的话 下一代就是X-Men 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 Anyway 因为复制了出现一大堆错误的话 你 没有意思吗 你不能 遗传这件事情 就没有发生了 所以 要很稳定 然后要可以复制了 然后不会出现错误 那么Nucleic Acid 是一个Polymer来的 它叫Nucleic Acid 那么组成Nucleic Acid的基本单位 就是Nucleotide 那个Nucleotide 就是我等一下要教了 讲到Nucleotide 你没有办法 你要翻到英文课本516页 然后我检查一下是不是516页 忘记检查了 你要翻到 对英文课本516页 中文课本42页 Nucleotide Nucleotide 是有三个part组成的 一个磷酸 phosphate 就是那个PO4-3 然后中间有一个五炭糖 五炭糖 Pentose 它可以是ribose 它可以是deoxyribose 不过我这边也名字放ribose 因为ribose也好 deoxyribose也好 它都是ribose 然后呢 啊 它要有一个n calculiobase 含氮炭剪 Youth ครily 所以它要有三个part 而且 跨课本 哦 跨课本 跨国家 他们都大概这样子画 嗯 啊 这个psefe呢 大概很多人很喜欢用圆形 然后中间这个虾 pensi 一定用一个五香 有些人就用五角形,我这边上面还加多一个圆圈 为什么?因为那个Oxygen是在这边 这个圆圈这边,然后这个含氮碱基 nitrogenal space,通常我不懂 用一个四方形来表达 有这三个的话 有phosphate 借一个ribose 借一个nitrogenal space 我们就叫做nucleotide 和干酸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叫nucleotide 它就是只有 pantos 跟nitrogenal space,它少掉 phosphate 然后,还有这边 你看 这个含氮碱基 这个nitrogenal space 跟pantos的连接 是一条直线 可是phosphate跟ribose的连接 是这样子有一个折的 其他科本其他的 他们可能会直接画一条直线 没有问题 我这样画一个折的目的是 这边有一个碳 在有机化学里面呢 有这样子一个折就是有一个碳 就这样子咯 先这样子讲 记得nucleotide 还有一个phosphate 一个ribose 或者 deoxyribose 跟一个nitrogenal space ok 一定是这样子的排法 ok 然后呢 这个呢 是我从wikipedia上面搬下来的图 目的是要给你看 如果我里面有化学分子的话 大概长的什么样子 啊 我懒惰画了 ok 啊这边有一个 啊 p o 4 4-3 4-3 4-4 whatever 123 啊 OK 那边有一个po4-3 然后 啊 这边你看我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c 所以我画了 所以有一个折 那这边是一个pantos ok 五碳糖 那么这一个是一个 啊 ribose 哎 sorry ribose 这个是一个deoxyribose 因为这边没有氧 因为这边有氧的话 这边是oh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ribose 然后这边没有的话 ok 没有oh的话 它就是deoxyribose 然后这个是一个nitrogenous base 其中一个 ok nitrogenous base呢 有五种长的五种不同的样子 所以我刚才在那个图上面没有画出来 啊 在这边画出来的是其中一个而已 你看它有很多nitrogen 然后你看不出它是base了 大概因为这件事情啊 这边这边这边 它是base anyway 啊 那就是长的这个样子啊 有一个phosphate 有一个pantos 有一个nitrogenous base ok 讲一下nitrogenous base ok nitrogenous base呢 啊 嗯 有分两种 耶 purine跟pyramidine ok 如果你看它的英文啊 你不懂是什么意思的话呢 你就看它的中文啊 你看它的中文翻译一下 你忽然就豁然开朗了对不对 你忽然就懂purine是什么意思了 purine就是 漂灵 pyramidine就是meeting 啊 呀这是少数超数 但是我不懂少数还是多数了 这是就是那种情况哦 你翻译了等于没有翻译了 ok 啊 啊 那么purine呢 有 啊 两 两种 A跟G A跟G Adenine 跟Guanine 然后呢 pyramidine呢 有三种 TCO TCO Tyroxene Cytocene 跟Eurasyl ok 那个 啊 你要记得 purine跟pyramidine ok 你要记得 AG是pyramidine 其他的就是pyramidine哦 不用记嘛 对不对 你要记得AG是pyramidine就好了 ok 然后呢 啊 你要记得ATCGU 哎 啊 这个 你不需要记得这些全名 不过 考试的时候 还是在其他情况 出现这些全名的时候 你要知道他在代表什么 ok 你看到Adenine你要知道他在 他在讲A 你看到Tyroxene你要知道他在讲T 那么 啊 啊 老实讲 以我个人的经验 我混到大学毕业了 啊 我都还 不是很记得这几个东西的 他的名字 我只记得ATCGU ok 这几个东西 哇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 不过我只是要跟你们讲说 在中学的阶段 啊 我知道这些名字有一些难 不过考试的时候肯定的 ok 写这个字你要知道他是A 然后最基本你一定要知道ATCGU ok 这几个英文字 那么在生物里面呢 啊 通常你写ATCGU呢 大家都知道怎么一回事情 现在在讨论什么东西 然后我这边要提一下T T 预线DNA里面有罢了 然后有预线RNA里面有 ok 把这个东西放住先啊 然后 啊 你看到吗 我写的时候哦 我写的时候啊 我明明讲PURIN是AG嘛 可是我又不把AG摆在一起 ok 我在这边是把ATCG 这样子的顺序摆 顺序摆 有原因了 有原因了 原因是什么呢 那Base pairing Base pair Base pair Base pair呢叫做 啊 减基配对 ok 在中文里面叫减基配对 Base就是减哦 然后Pair就是配对哦 那 在 啊 DNA里面呢 啊 A跟T呢 可以形成Double Bond 欸 A跟T可以形成Double Bond 在DNA里面啊 所以A U是RNA 对U是RNA 所以A跟U呢 可以暂时 形成Double Bond 暂时 形成Double Bond ok 然后呢 啊 C跟G 在DNA里面呢 可以形成 啊 Triple Bond Triple 啊 这个Double Bond 跟Triple Bond呢 都是Hydrogen Bond而已 ok A跟T 可以配对 形成Double Bond C跟G 可以配对 形成Triple Bond 也就是讲 在这边啊 他们不会乱的的话 A呢 不会跟G配对的 A永远不会跟G配对的 因为你是Triple Bond的嘛 那你跟我配对的 你会发现到 哎 我有一个Bond 不对勒 ok 你会离开的 所以 A一定跟T配对 在DNA里面 A一定跟T配对 然后C一定跟G配对 ok 这里很重要啊 Base Pairing 这个Idea很重要啊 然后 那 我来用图来解释 给你看一下什么是Base Pairing ok 啊 先看这边哦 ok 看中间这边了 ok 这个是Phosphate ok 这个是Ribos Dioxy Ribos 然后这个 是那个Nitrogenous Base T 那个Nitrogenous Base 然后这边 也是一个 呃 Phosphate 这边是一个Dioxy Ribos 这边是一个G G G的 Nitrogenous Base 然后这边呢 反过来了 你看到它倒反了吗 这个是 呃 Phosphate 这个是Pentos 这个是Nitrogenous Base ok Phosphate Pentos Nitrogenous Base 跟对面是倒反的 然后这边写5到3 3到5这件事情 啊 你等到高3 你的高3老师才来烦你啊 因为你现在没有学太多的有机化学 哦 我不想教这些 我不想提这些东西 诶 我只需要你知道 你看啊 这个T 它 会跟对面的这个A 形成 两个Hydrogen Bond ok 这个G 会跟对面的C 形成三个Hydrogen Bond 所以 你的对面如果来一个C的话 你的T 的对面如果来一个C的话 它 它无法跟它这样子拍 好好形成那个Bond 这个 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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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也就是讲啊 啊 也就是讲啊 今天啊 这些是Hydrogen Bond吗 ok 我用加热的方法哦 把这个 切掉 ok 那么你的这个DNA呢 双螺旋的DNA呢 就会分开 分成两条 这边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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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用加热的方式跟它切掉 然后分成两条 然后我又在这边呢 丢一大堆的ATCG进去 ok 这个T 它一定会找A配对 这个G一定会找一个C配对 然后这一条 的A一定会找 我丢进去的T配对 然后这个C一定会找另外一个 我丢进去的G配对 各位同学 也就是讲 今天如果我要复制 这个DNA的话哦 它的idea就是 从这边切开 然后我这边 以这边为模板 然后我就去找跟它配对了 我就复制 复制成一条新的DNA了 这个 以这一条为模板 然后 然后 我去找跟它可以配对的 啊 ATCG去配对 然后我又复制成另外一条新的 啊 双螺旋的DNA了 ok 它满足了我刚才讲的这件事情 Able to be duplicated without error ok 这个啊 nitrogen nus base 的base pairing 因为你有两个hidrogen bond 三个hidrogen bond 所以 它不会base pairing错 所以 当你复制的时候 它不会复制错 ok 所以DNA是一个很好的 作为基因 遗传基因的一个很好的 那个 载体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ok 然后 啊 啊 可能stable stable这个part呢 就是在又是在回到这个啊 ATCG ATCG呢 它们有double bond 它们有double bond 这个double bond double bond at有double bond 然后CG有triple bond 然后这些h bond哦 啊 当它有h bond形成的时候 它们是一个很稳定的结构来的 ok 这是一个很稳定的结构 所有的ATCG都收在里面 ok 收在里面 然后外面呢 由这个phosphate 跟这个sugar来包围住它们 所以呢 这样子的结构呢 啊 没有容 没有这么容易受到 呃 外来的东西跟它发生反应 ok 你要保护的是中间这个ATCG的part 吗 你不要让它乱吗 你不要让它坏吗 这样你复制的时候 就不会复制成坏的资料 乱的资料 对不对 所以 你是不是很漂亮 就用这个ATCG的 他们不会乱和跟别人结成 配对的idea 然后又把它们包在里面 然后用这个啊 sugar跟这个phosphate的方式 把它包在里面 啊 oh my god 真是太好了 ok 所以 呃 Nucleic acid啊 它满足了这两件事情啊 你很stable 然后你可以duplicate without error 所以你是一个很好的 genetic information storage 遗传基因的呃 储存的一个分子 ok 那么啊 在这边我要回来讲一下 啊 DNA跟RNA的差别了 ok deoxyribose 就是在这边二号二碳糖的 这边呢 是啊 没有氧的 然后ribose呢 是在这个二号这边呢 是有氧的 by the way啊 啊我刚才讲不要讲 不过还是忍不住讲了 这个三撇五撇哦 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了 五撇三撇这件事情 ok 我只讲这样多哦 ok 以后的是高山的老师讲 ok 啊 deoxyribose 这边没有氧 2'的碳没有氧 然后ribose 2'的碳有氧 2'的碳有氧 那么就造成了 你的名字叫deoxyribose nucleic acid 所以你叫DNA ok 那么你是ribose nucleic acid的话 你就叫做RNA 那么DNA一定是双螺旋的 RNA呢一定是单练的 哈哈哈哈哈哈 好可怜哦 anyway 单练 anyway 啊DNA为什么是双螺旋的呢 因为 因为啊 啊 这个ATCG配对的关系 所以他们可以双螺旋 ok 那么啊 为什么RNA又不可以呢 RNA也是有AOCG吗 为什么他们不可以配对呢 他们可以配对 他们可以配对 没有问题 他们绝对可以配对 可是问题就出在这边 ok 我刚才讲2'这边 有没有氧气 如果这边2'这边有氧气的话 氧气是个很大的分子啊 不要忘记啊 在这个图里面哦 最大支的东西就叫做氧气 ok Nycrogen的molecular weight多少 P的molecular weight多少 P的应该会比较大哦 哎呦 讲大了哦 然后炭的molecular weight多少 O的molecular weight多少 O很大支一下 所以O会在这边占一个空间 因为有O在这边占一个空间 会造成 它这个double bond呢 啊 无法形成长久 ok sorry 不是这个double bond 下面这个double bond 无法形成长久 因为这边会把这个这个 如果2号这边有一个氧气的话 它会推到下面这个 ok 然后这个double bond 无法形成长久 所以 所以 啊 RNA 它大多时候都是单链 哦 我讲到哪里 所以RNA 大多时候都是单链 因为 它在这边有一个氧 ok 那么 Dioxydribles 大多时候 都是double helix 双螺旋的 ok RNA 单链 ok 然后Dioxydribles 双螺旋 然后RNA 是用CGAU 然后DNA 是用CGAT ok 那么我念的时候 记的时候 一定要把AT 摆在一起记 为什么 因为它跟它形成双键 然后C跟G 摆在一起记 因为它形成三个键 那么如果你 啊 我不懂 懂得看的话 你会发现到为什么 A跟G 是 啊 Purine 然后T跟C 你看它们的结构差不多一样 差不多一样 ok 这个是啊DNA 跟RNA 那么啊 这个超课外的东西 啊 一定要讲一下啊 因为这边有很多恩怨情仇在这边 OK 你们看着这张图啊 里面有三个诺贝尔奖 ok 然后这些人都跟当年DNA的结构的那个啊 DNA结构的这个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个人都有巨大贡献 里面只有三个人拿奖 哼 里面就有一些恩怨情仇了 来 这个毋庸置疑啊 James Watson 跟Francis Watson 这两个人呢 啊 就是当年 拿住了一笔资料 ok 拿住了一堆号码 然后 经过分析 他们 就堆切成了这个 啊 DNA结构 ok 这一张照片应该是为了上报纸的 不过这个东西 ok 这个东西啊 当年的这个 这个 啊 他们做出来的DNA的这个结构 现在已经摆在我不懂伦敦的博物馆里面了 ok 那么他们就写出了一篇 文章 登上了科学的期刊 然后 啊 他们拿了很多别人讲 就是无庸置疑的 ok 然后呢 另外呢 就有这两个人 Morris Wilkins跟Rosaline Franklin ok 我刚才讲的 那一笔数据啊 是 啊 啊 在 他们两个人 啊 楼头头上也有一个老板 ok 他们两个人上面有一个老板 那么这个老板呢 就请了这两位呢 到他的实验室做研究哦 然后两个人呢 就自己组成了一个team了 ok Wilkin自己有一个team 然后Franklin自己有一个team ok 那么他们两个人研究项目 其实差不多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追DNA的分子结构 ok 那么Rosaline Franklin呢 那个时候她用的是啊 把DNA结晶 然后用X归 X光 X ray X归 然后用X光啊 X ray啊 去照这些结晶 然后啊 这些结晶照了啊 这个X ray呢 会发生慢射的现象 Deflection的现象 然后他有一 一边有一个detector呢 去抓这些 Deflection的那些资料 然后再给他啊 啊 用 就跟他记录起来 ok 这个啊 叫X ray Crystalography 也就是我在大学读的 啊 如果你是读 啊 Biophysics的话 那么 啊 有50%的机会 你会往X ray Crystalography的方向发展 ok 另外50%的机会是 啊MRI ok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ok Rosaline Franklin呢 她就用这个X ray Deflection X ray Crystalography 的方式 得到了这笔数据 然后 大家又讲了 不是这两个人 楼上有一个老板 那老板 请这两个人 各自组成小组 来研究DNA的结构 可是这个老板 其实 呀 又没有这么好 你懂啊 他 没有讲说 哎 你做什么 Franklin你做什么 ok 所以他们做的东西 有一点重叠了 而且是在同一间实验室里面 不然他们两个人 呃 关系就没有这么好 然后呢 啊 Rosaline Franklin呢 就离开了那个实验室 ok 那么她离开了实验室呢 她的那一堆资料呢 就摆在那边咯 那么那一堆资料摆在那边呢 就给 Morris Wilkins 看到咯 哎 Morris Wilkins就拿其中一张照片 pass给Watson 讲 哎 这边有一些东西 你看一下 有没有用哦 啊 Watson看了这一些东西哦 哎 很有用哦 这些号码 ok 这些数据 这张照片很重要哦 ok 就由Watson跟Crick呢 就拿住 啊 Franklin的 研究出来的资料 由 Wilkins passed给 Watson and Craig 然后他们就 研究出 啊 这个DNA的结构 那么想请问你 这个故事完了 请问你 谁得 诺贝尔奖 ok 如果你翻过去的话 Watson拿到 Crick拿到 Morris Wilkins拿到 Rosaline Franklin 没有拿到诺贝尔奖 ok这一边呢 啊 当然有很多恩怨情仇在里面啊 然后有一种说法就是 呃 女孩子的工作不被 呃受到重视哦 所以他没有拿到 Anyway 啊 没我我我不会讲说 一一应应该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 我不懂 你要去问当 当书那个诺贝尔奖 大家开会了的结果啦 不过啊 啊 对我也相信 Rosaline Franklin 应该拿的 OK Watson和Crick呢 也都认同 Rosaline Franklin 应该拿的 不过我不懂 为什么上次报名的时候 就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不懂 他离开了哦 Anyway 现在把整个故事 讲给你听了啊 OK 讲到这边哦 通常在上课的时候呢 我会把当年 Watson and Crick 1953年4月25号 发表在Nature这本科学期刊 第700一本杂志 期刊 第737页 OK 里面的东西呢 复印给班上的人看 OK 每个人手一张 啊 就一面罢了 一面罢了 这是 我应该要缩小 一面主要的内容在这一面 OK 第二面只有这边一点点 没有关系的东西 I mean有关系的 就这边一点点啊 再放大一下 第二面哦 作者哦 D.J.D.Watson FHC Crick 而且在班上上课的时候呢 每个人手上会拿这个 然后我就会 跟大家go true一下了 然后这篇文章哦 很重要啊 讲了DNA的结构了 然后 我每年都会跟学生讲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你们要忍一忍 我不可以 我一定要讲这个东西 因为 太重要了 然后我想给你们看一下 什么叫做科学家 那 做科学家呢 他自己研究了很多东西 对不对 那么他就要发表了 他发表的平台就叫做 科学期刊 这个是 每一年每一期 每几个月呢 那些在大学里面的所谓的教授 他们做了很多研究 然后他就会把他研究 写成一篇文章 然后附上很多其他的资料 然后就送给这些科学期刊 那么科学期刊呢 就会讲说 嗯这个很重要 我要刊登在我这边 不然呢就是讲 嗯这个东西很好 不过 哎 我觉得没有这么好 我就把你退回去 那么你 被最大的那本科学期刊 退回去 你就再找小一本的科学期刊 咯 所以啊 也有是 你刚刚出到吗 没有这么多人是你 你就 刊登在小 小一点的期刊 然后慢慢去到大一点的期刊 Anyway 这就是科学家 做了的东西 就刊登在科学期刊里面 然后内侧啊 是大牌子 OK 那你看他 内侧 他包山包海 内侧 他不是molecular biology Anyway 呃 那 我给你们看这个影响世界的 而且一面罢了不多的 很多东西十几二十面 我大学看的都是十多面 这个一面呢 啊又很重要 那 首先 大标题 molecular structure of nucleic acid a structure of deoxyribose nucleic acid 所以他是讲DNA 然后第一段是讲 我们要讲一下DNA的结构 嗯 我们有propose suggest 一个DNA的结构 然后这一段呢 是在讲什么 Pauline跟Coni呢 之前有提过一个结构 不过 啊 他在this人家了 in our opinion this structure is unsatisfactory for two reasons 就是啊我觉得你讲的错了 ok 第一原因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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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原因是什么什么什么 ok 然后呢 还有一个人 ok 这两个 Pauline跟Coni哦 他们还有讲出原因了 这个人更惨 another three chain structure has also may suggest by phaser ok in his model 他讲的这些东西 那 this structure as described is rather ill-defined and for this reason we shall not comment on it 就在讲 你讲的这个结构呢 哈哈哈 其实什么屁都不是 所以我们不再讨论了 ok 哈哈哈 然后这一段是讲 we wish to put forward a radically different structure for deoxyribose nucleic acid 就是我们要讲一个新的完全不一样的结构 ok 所以他在那边再形容他的结构 用文字形容结构 然后在这边用图画出来 ok 所以啊啊 我这边不再多讲了 我们看下去 啊这边呢啊 他们讲他那些结构的那些分子间的距离啊 a是一个距离来的啊 a呢叫angstrom 是10的-10m 啊 他的正确写法是a 然后上面在a的尖头上面一个小小的圆圈 就是讲把这个度哦 移到去a的尖头那边 那么啊 以前啊 所以就没有咯 所以就写34a咯 不过 大家都知道34a就是34 乘10的-10m ok the structure is an open one 啊 这个没有重要啊 啊 来来来来 the novel feature 这个 啊 有意思的地方 是 这个结构啊 两条链的结构啊 是由 puring 跟pyrimidine base held together 耶 你是两条结构 那你是由puring 跟pyrimidine的那个base 连在一起的 然后呢 他在这边讲 啊 puring 在第一个位置的puring啊 它会连给第一个位置的pyrimidine 如果这个第六个位置的puring 它会连给第六个位置的pyrimidine 也就是讲 也就是讲 也就是讲啊 也就是讲啊 Adenine Adenine puring一定会跟tymine 结合 然后guanine guanine一定会跟cytosine结合 那 他在里面这样子讲的话 所以我这样子教你的话 OK 啊 也就是讲哦 啊 所以你看我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个base pairing啊 他这边还是在讲base pairing的事情 啊 这边有讲啊 OK however if only specific pair of face can be formed it follows that if the sequence of base on one chain is given then the base of the other chain is automatically determined 意思是什么呢 我这边有一排哦 我知道它的那个atcg的排序是什么 那么我对面那一排的atcg的排序 我就automatically知道了 因为a一定配t 然后c一定配g ok 然后这边是在讲 啊 对其他的实验里面 在其他的实验里面 我们发现到a跟t的ratio 还有c跟g的ratio 都啊 很相似 就是a跟t一定是这么多 i mean不是这样 如果a是28千的话 t就是28千 ok 这个比例很相似 然后 啊 哪 这一段 It is probably impossible to build this structure with a ribose to sugar in place of the deoxy ribose 他们现在在读的是 他们现在在研究的是DNA ok 所以他讲哦 这样子的结构啊 啊 只存在在deoxy ribose 不存在在ribose sugar那边 因为 会 ok extra oxygen 呃 会造成那个van de vaas contact 会出现问题 ok 那个也是我这样子教啊 我也是有教这个东西 对不对 啊这边讲的东西我都教给你们了 ok 啊 这一边呢 是在讲说 啊 还有其他的东西 然后 呃 我们现在手头上就有这些资料 所以我们只可以讲到这么多 ok sorry 这句很重要 哇 这句很重要 这一句很重要 来 It has not escaped our notice that the specific pairing we have postulated immediately suggest a possible copying mechanism for the genetic material 什么意思呢 啊 我们有注意到 他不要用 we notice的 他写什么 It has not escaped our notice 我不懂 骗字数 所以你们写写写写 写文章的时候可以用这个 很好的英文 真的真的很好的英文 ok 我们注意到 我们讲的这个base pairing这件事情啊 我们讲的这个base pairing这件事情啊 马上 就可以 发现 有一个可能的 呃 基因复制的方法 ok 这一 这三行话 各位同学 这三行话 延伸出来的 是 生物科里面 最漂亮 的实验 生物科里面 最美的实验 ok 这个 有时间我才跟你们讲 ok the most beautiful experiment in biology anyway 这三行嘛 ok 所以我特地要讲这三行 然后其他的东西就没有了哦 就这样子了 ok 他就讲说 啊 后面讲 我们就 啊 我们要感谢 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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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MHF Wilkins R E Franklin 因为是他们 呃 没有啊 就要感谢这些人 然后呢 结束了哦 ok 一面一面一面的文章啊 ok 内容很少 不过 影响了全世界 影响了整个生物科 ok 然后呢 啊 来 我这边就顺便讲一下大标题 molecular structure of nucleic acid 然后小标题 a structure for deoxyribonucleic acid ok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 你看第二面啊 第二面啊 他讲到这些完了哦 这个没有大标题 就有小标题哦 molecular structure of deoxypanthos nucleic acid ok 这个 这一篇 是 Wilkins的 啊 研究 结果 ok 当年 他们讲好 Watson 你要出这篇了 ok咯 Wilkins 你自己也出一篇 然后Franklin 你自己也出一篇 我们三篇一起上 所以他是三篇打包在这个molecular structure of nucleic acid里面 ok然后第一篇是Watson跟 Crick的 然后第二篇是Wilkins的 然后第三篇的是啊 Franklin ok 这是有一点历史哦 啊 不是一点 我懂我讲了很多 可是 没有办法哦 这个是 影响 影响 讲人类的一份历史性文件哦 我拿一点时间上课讲应该哦 然后你们几时读过历史文件对不对 anyway 啊 这个就是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啦 ok 四个人对研究DNA都非常重要 可是 只有三个人拿了 诺贝尔奖 ok这边 啊要结束之前问下题目啊 我现在有120个Nucleotide ok 这120个Nucleotide呢 我要形成 Double Helix的DNA 然后里面哦 120个啊 里面我 有20个Adenine 请问有 我有多少的T 跟C 跟G 跟U ok这个 啊我没有 现在没有直笔 达 120个 Mucleotide 然后呢 我有20个A Nucleotide 然后我有多少个T 多少个C 多少个C 多少个G 多少个U 多少个U 然后我要形成 Double Helix DNA ok 20个 我要形成Double Helix DNA啊 我120个Nucleotide啊 我120个Nucleotide啊 那么请问你 如果我有20个A的话 请问你有多少个T呢 ok A跟T一定是配对的嘛 所以 我一定有20个T ok 那么C跟G 就讲算 120吗 总共有120个Nucleotide 我Nucleotide 我减掉20个A 20个A 我减掉20个T 我还剩下120-40 就是1234 就是我剩下80个Nucleotide 对不对 这80个Nucleotide哦 多少是C多 是G 很简单啊 除二啊 平分开来啊 因为扭多少个C 就等于扭多少个G ok 你不可能会有 啊 60个C 然后20个G 不可能的 ok 你股法配对嘛 所以你就除了咯 40个C 40个G 然后倒个U 因为你是DNA 所以你没有U 这个呢 是一个trick question 来的 呃 太多次了 有些老师真的 狠狠一下 阿姨我啦 ok 前面讲了一大堆东西啊 哇 ATCG 分分分分分分析分析 然后问你倒个U 你看到DNA啊 你还可以讲U U的话 那你就是错了啦 ok 那么啊 最后 啊总结啊 这个章节我们读了很多东西 对不对 那么我在这边是总结一下 啊 大概你要知道什么东西啊 trace element 你要知道它的功能 carbohydrates 啊把注意力放在 那个condensation 跟 condensation 跟 啊 hydrolysis ok 把注意力放在condensation 跟hydrolysis 然后还有 那个 saturator 跟它很saturator的比较 ok protein 注意力放在condensation 跟hydrolysis 然后protein 有很多功能 然后protein 有四级结构 然后protein 有denature这件事情 protein比较多 ok Nucleotide 把注意力放在它的结构上面 哎 就这样子 我们正式的把 啊 这个chemical composition of cell 这个章节上完了 谢谢各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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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